現在新年已經七月底 一些人也開始要計劃明年出國的行程 但是如果是明年新年暗算出國 現在說買飛行機機票最快就時 因為如有專家說 中央開這裡是華航這些傳統的航空公司 如果提早六個月到九個月 台北軍都可以買到打七個雜票 如果沒辦法超過百年提早計劃 還有一個比飛行機介紹的網站 會跟各位說 國地百年來買飛行機機票最好的時間 像說新年以下期 北東京提早六個月頂票 能省差不多30%的票結果 一網路找機票是要計劃明年人家出國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準備 提早出國傳統航空公司的機票 華航化大部分都是提早六到七個月 那長榮化大部分都是提早八到九個月或十個月 大概就是平日的七折 如果想要出國 不然覺得提早半年到來的價位 時間太過了 有機票比價網站公開 半年來的國地抽票最好的時機 它趁著來看 想要去南韓修律 潮在的效果真百個月頂票 能升百分之三十的錢 不然日本人家就在的效果真六個月的新頂票 當地的航空三倍六三機 最早提早五個月的來頂 紐約提早前四個月 機票價格也能升超27% 那如果倍倫敦到百雷 出發之前三個半月 就是抽票最好的時機 聯航有飛的城市 那你然後你又是平日就可以請假的話 那你最好就是提早三到六個月 然後等它特價 看到歐美線兩萬出頭或是上下 差不多就滿便宜的 統計日空日空年 隆重有夠的連鎖 大月出國想要加薪瓜籍 能賺八百年加筆一個介紹 百億頂票的祕密 鄉須加基 這樣就不用驚基票去好貴去了 記者總得報道